中国知网向赵德新教授道歉 IT之家12月11日消息 据CNKI知网官方公众号 中国知网发布关于赵德新教授 起诉中国知网或赔相关问题的说明 向赵德新教授道歉 知网称 诚恳接受来自作者 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批评 全面检查在互联网业态下的著作权保护 与使用授权方式 认真分析著作权授权链 各环节的工作不足和瑕疵漏洞 虚心听取法律界专家 学者和出版机构的意见与建议 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一道正式问题 解决问题 此外 对于赵德新教授作品的问题 知网称将积极会同相关期刊编辑出版单位 与赵德新教授沟通 普当处理赵德新教授作品 继续在知网平台传播的问题 知网在该说明中还表示 自2019年起 中国知网已开通作者服务平台 自2016年起 中国知网向全社会免费开放8年前出版的文献 IT之家了解到 赵德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此前有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 据报道 知网不仅收录了赵德新的这些论文 他自己下载时还要付费 相比下知网一分钱稿费都没有给他 去年8月 赵德新教授一纸诉状 将知网告上法庭 最终 赵德新胜诉 获赔70万元 中国知网表示不再收录他的文章 以收入的也全部下架 央视在近日批评老教授向知网索赔 70万侵权费一事 借机生诞生意该改改了